全球人工智慧热潮不歇 美国AI晶片龙头回答的股价 在18号超车了微软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而台北股市 昨天也在AI概念股的带动之下 大涨了452点 台积电股价收在981元 台股开高走高 收盘冲上两万三千两百零九点 大涨452点 全王台积电大涨38元 再涨新天价收在981元 市值来到25.44兆元 今年以来成长超过10兆 美股目前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其实真的涨了太多了 但是没办法 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加码在AI的股票 台股基本上沿着这样的AI的主轴 再往上攀升 如果NVIDIA持续在上涨的话 你看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接下来如果台积电涨 台湾的AI的概念股 可能都有机会往上去攀升 事实上在这一波人工智慧AI应用 百花齐放下 让潜在的商机备受瞩目 而灰达股价18号惊人的涨势 成了华尔街最有价值的公司 美国时间18号收盘涨幅3.51% 每股135.58美元 创历史新高 市值突破3.33兆美元 一举超越微软的3.31兆 苹果市值3.28兆排第三 台积电ADR市值约9319亿美金 也挤进全球市值前十大位列第八 分析师表示 今年1月起受台积电股价的带动 台股不断创新高 不到一年 已经涨越五千点 十九号开盘不到十分钟 指数首度飞越两万三千点大关 五盘一度大涨五百一十七点 不过台股这一波涨势又快又急 虽有台积电带动涨势 但也出现中小型股落后补涨行情 仍要注意逢高调节卖压 记者为陈昌悟特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